相傳在明朝有一個賣豬肉的豬肉佬 他娶了一個自有青梅竹馬的老婆回家 不過過了幾年之後 他們都仍然未能夠添到丁 豬肉佬的媽媽非常不高興 就要將這個媳婦逐出家門 豬肉佬當然非常不捨得 所以每隔幾晚他仍然會偷偷地見他的太太 如是者過了幾年他們終於添到丁 不過豬肉佬仍然未能帶他太太和兒子回去見他媽媽 為了他的太太在他每隔幾天的探望之間 能夠得到足夠的營養 他想出用自己賣剩的豬手豬腳和甜醋煲出來的薑醋 又好吃保質期又長 讓他太太可以坐月期間慢慢享用 嬰兒一百天大之後 他終於鼓起勇氣帶兒子和老婆回家見娘 這位媽媽一面抱著酸一面品嘗薑醋 他非常開心地說 一碗是口裏面又甜又酸的好醋 另一面是心裏面又甜又愛的好酸 聽完之後 大家都知道媽媽原諒了媳婦 接受了孫 全家從此快快活活地生活下去 而豬腳薑就成為這家人每次添丁的習俗 慢慢地流傳開去 嗚!